台湾特有种蓝羽猪因为常年和商用猪来杂交 导致原生种是逐渐消失了 新农委会续产试验所跟蓝羽猪人40年来的合作复义下 今年6月份回流蓝羽并诞下第一代的猪宝宝 创下了台湾家序猪 域外回流成功的先例 对于文化价值还有历史传承意义很重大 特征是黑色小耳体型小的蓝羽猪 是台湾特有的古老猪种 对于蓝羽雅美达物族人而言 具有祭祀和药用的价值 但因为常年与商用猪混种杂交 导致目前原生猪种外貌特征逐渐消失 然而幸运的是在农委会续产试验所和蓝羽族人 长达40年的努力保种下 已成功回流到原生地 村种的蓝羽猪就真的在我们这个岛屿上 然后变成一个整个岛屿的特色 蓝羽猪落叶归根后 渴望再次融入当地的重大节省与记忆 叙事所今年送回的第一批石头公猪 18头母猪 采自然繁殖保留完整存种基因 日前淡下了三只小猪宝宝 适应状况相当良好 创下台湾家畜猪 域外回流的成功献利 那我们从69年这个营种到民国这个现在超过40年的时间 我们收集超过100万笔的资料 包括每一头猪他的爸爸妈妈 外祖父母是谁 清清楚楚一笔资料都不能错 蓝羽猪40年后回流到原生地 对蓝羽生活文化历史传承意义重大 不仅重现岛上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印记 也发展在地连结促进应用 延续岛上的原生株种 谢谢大家会来与相报道 谢谢大家